HELLO 大家好 我是XXY 今天的120秒評電影要來評的是 愛妻 愛妻的故事從一對年邁的作家夫妻出發 在丈夫準備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表揚之際 疫情也漸漸的揭發過去夫妻之間不為人知的內幕 由葛倫克羅斯所飾演的女主角說是本片的一大賣點 他不僅在本講季附為多項的女主角獎 同時也以沉穩內斂不卑不亢的演技 展現了本片以女性視角作為出發點 闡述了愛的本質 回歸了人探究愛最根本的價值究竟為何 究竟愛一個人是否必須妥協、委屈自己 或是去迎合另外一半呢 還是我們需要在不斷發生的衝突當中 找到解決彼此差異的方法 種種愛情的大哉問都在在的說明 當我們開始探究什麼是愛的同時 那就已經失去愛所帶給我們最原始的初衷了 而當我們觸及到婚姻 犯隨不對另一半的忠貞 對家庭的責任的時候 我們是否還能夠保持當初我們陷入愛河時的初心呢 愛妻藉由一對老夫老妻的相處 讓我們一步步認識到愛情長跑所需要面臨到的難關 也讓我們認識到愛情並非是因為全部的美好 而讓它變得精彩 而是混合了不同的樣貌 不同的喜怒哀樂 才能夠成為永恆啊 片中也將文字創作者所可能面臨的問題 一一的呈現 到底寫作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呢 為了最現實的生活 是不是應該出賣自己的靈魂 或是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來成就自己呢 所以其實探討愛跟創作的本質沒有什麼兩樣啊 重點就在於保持初衷啊 因為當我們需要去解構分析批判或找出原因 甚至是質疑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失去探討本質的意義了 所以整體而言啊 愛妻全片的劇情架構相當的清晰 一看頒獎的過程 又是一對老夫老妻竭離40年的縮影 劇本巧妙的用驚喜交錯的對比 聊出一位女性為了愛情所犧牲奉獻的委屈 以身為女性必須在自我理想跟婚姻家庭之間做出無奈的選擇 他就是以一個單一事件帶出了各種以人為出發點的議題 而這些議題呢 都觸及了相當廣泛的觀眾族群 發人省思指責推薦喔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120秒評店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不想要錯過我任何的文字影評 或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或是閱讀有關這部片的完整影評文章內容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不是公讀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 阿塔歪感謝你